來啦 開啦 玩玩 老屁股來了 老屁股來了 都來了 都來了 小吃又來了 如果買車Fit Yaris Vios Artists 差不多是挑Vios Artists比較划算 空間大 動力好 哲哲 你想太多了啦 真的啦 我每次三斤半夜喔 在跟你回答這次的問題 我都覺得你真的想太多了 車就是買自己看了 喜歡 有沒有 我看你的照片 是跟女朋友一起照的嘛 找女朋友一起去看 兩個坐起來 內裝的感覺 外觀的感覺 帥 喜歡 我想開這台車 就把它買回家 不用想那麼多 算那麼清楚 是沒有用的好不好 因為你講的那幾台車齁 基本上 真的沒有差那麼多 我講真的 大有大的好處 小有小的好處 重點是要持久 不是 我是說 開得久 一台車買來要開得久 自己喜歡才開得久 對不對 跟大跟小都沒關係 好不好 你看我最近 買那個Kids 是Kids喔 不是Kicks喔 好不好 Kicks OK 快狠準 Kicks 不是Kicks 有沒有 還有那個新馬三 19年的 9月18號 23號才交車的 現在就賣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當初也是想很久才買的 沒有用 不敢看球賽 因為幫誰加油誰就會輸 靠腰那你不要來看我直播好不好 我怎麼覺得好像很賽的感覺 馬自達紅色保值嗎 目前看起來不影響 但是也不保值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很危險 因為像這種特殊的顏色 混蛋紅 他們剛剛也灰 灰還好啦 在現在流行不代表 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會流行 美肌Solio的選擇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是買Solio 為什麼 因為美肌是很多車阿 但是你如果 我講真的啦 美肌空間比較大 你如果真的覺得 你有需要一個 比較舒服的空間 或是你的身高比較高 然後你需要後車廂 因為我記得Matches的後車廂也比較大 那你就可以選擇Matches 沒等到CX30 靠要CX30來我就屌了 日後YT重播再來觀看 剛剛才剛看完三公分直播 等一下要去休息 混血黑人加油 水 有講混血黑人的 絕對是頭號粉絲 真的 上半身台灣人下半身黑人 沒有錯 就是我的代名詞 呵呵呵 CRV跟CX5哪個車比較推 呃...CRV 現在是快問快答 是不是 我上個禮拜直播有講過 我可能樹霸路的車位比較沒有賣 所以這個車子我可能沒有辦法 給你意見 不行啦 我現在他媽的在直播上面下注 外圍我就 靠腰勒 等一下就被抓走了 真的去摔一整排漢堡了 我跟你講 行車紀錄器幹嘛苦 行車紀錄器很簡單 就買大牌子的 反正你就是看你要買前後鏡頭的 還是單鏡頭的 啊你如果買單鏡頭 你就買大牌子的就好了 CRV CX5比較推CRV CRV5年後還剩多少錢 靠腰我最好是知道 我想一下 我只能跟妳講前一代啦 2014年CRV頂級的 現在還要大概50多萬啦 賣出來 隨便賣都還見五啦 因為 你跟CRV比沒有意思啊 因為現在的 排行榜 無論是銷售 無論是 欸 不知道被RAV追過去沒 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RAV4啦 現在 在我所知道之前 不管是銷售的 數量 跟保持性 CRV都是贏的 喔 RAV追過去了 是不是 進口銷售第一 10月的掛牌排行榜 謝謝宇君你愛我啊 太棒了啦 終於有人愛我了 我一直以為我是邊緣人 我老婆也愛我 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是嘴巴說愛我 對不對 表現出來就不一定 呵呵呵呵 泰山 嗯 每天 我每天 我都在我手機想到什麼 然後我就快點輸入 才知道跟你們講什麼 好聽的好不好 我今天本來打算要帶大家看二手車的行情 教你們怎麼正確的判斷二手車的行情 你朋友說 欸你快說啦 幹嘛分開打 你這樣我很緊張欸 想花二十萬買Mini Cooper 可以啊 再留十萬塊慢慢照顧沒問題啊 要不然可能就是要買十萬塊的回來 再花二十萬 差不多意思 最後都是三十萬 Kids會像Yaris那樣一百三飄到可怕 瑋琳我跟你講 我明天會拍Kids的影片 不瞞你說 我還沒有開過Kids開到一百三過 所以我明天我也會去試看看 還有一九年的新馬三我也會去開看看 齁 那那麼多新車評 你到Youtube打Kids 你Kids 嘿 打馬三 齁 都有那麼多專業的車評 大大都 哇超專業 懸浮式車頂有沒有 齁 LED日行燈 這個腰線吸住 齁怎麼樣 有的沒有的 我跟你講我保證不會 拍一樣的東西 我跟你講 一百三我明天試看看啦 白底紅字Huber車二手車市場算營業車嗎 算 敬意我覺得算 齁 你就是二十萬買 其實R50現在便宜的應該也不用到二十萬 我有兩台啦 你跟你朋友講我有兩台啦 私訊我啦好不好 但是真的啦 那個車是要有愛的車 你問他有沒有愛 有愛的話OK啦 沒有愛不要買 我推他買Vios被打槍 我推他買Vios被打槍 人家有愛的人你不要叫人家買Vios好不好 人家喜歡妖艷的妖嬌的囖子 囖子 然後你介紹那種良家婦女給他 不要說他啦 我也不要啦 好不好 對講幹話才是正常 專業 我隨便叫齁 廖長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問題齁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就代表說 你覺得9.5代VDIS50幾太貴買不下手 然後你捏著老二上升A 那我請教你你到底對車有沒有感覺 你不能說我最愛的那個女生 脾氣有點差 然後你就去娶你第二愛的 對不對 那第二愛的那個人很可憐 我是覺得齁 我還是強烈的要求 你如果真的覺得比較喜歡9.5代 你就要買9.5代 不要去捏老二 有一天你會捏到爆掉 我跟你講 沒有啦你真的覺得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台車真的買 你不是沒有那個錢 不要說你買的下手或買不下手 那個不重要 但是你不是沒有那個錢 幹 你這個問題很賤欸俊傑 05年首排 車後有推薦嗎 除了Focus 俊傑我問你啦 你先告訴我05年之後 有什麼車有出手排的 我再來幫你選好不好 10年以上的大發的車可以買嗎 COPEN可以買 COO可以買 還有什麼車 09年 09年實力量不能買 好像也只有這幾款車而已 油電車二手車價真的很差嗎 看哪一個品牌 現在 ToyotaLazos的油電車有 有稍微好一點的 不過還是 比汽油車差一點 Tace內裝顏色會影響二手車價嗎 文藝現在市面上也沒幾台 所以很難考證會不會影響 如果假設我這一台米內裝的賣到 豚賽吃賽 那我就可以跟文藝講會有影響 如果大家來的時候 唉呦這內裝這顏色我不想買 文藝下次我就會跟你報告 豪華大鴨 我看一下幾年的 15年大鴨豪華大鴨458 不能算 其實我不能跟你講算不算貴 那我只能跟你講 合行行情 因為我有一台16年好像也是賣45萬左右 但是唯一是我看不到 對方的車是什麼狀況 這我沒有辦法跟你保證 其實在86出手牌之前 86最早沒有出手牌我記得 我就 那時候我就開過BRZ手牌 阿那時候我開BRZ手牌是被日拒害的 就媽的一個 和尚然後開一台86 他媽的真的被騙了 怎麼會有和尚開86咧 沒有日本的日本 好不好 怎樣他是 和尚沒事就開著86去 去海邊 陽光沙灘不丟你 就對了 40萬的車 要多少 頭款起利率才會低呢 建議齁 頭款大概一成阿 柴油二手有通病嗎 其實柴油大部分就是因為柴油的 本身的 質地比較 雜質比較多 所以他大多會發生在 油路 汽油的油路裡面 甚至引擎裡面一些積碳阿 火塞那個叫什麼氣門的一些磨損阿 還有噴油嘴 因為髒嘛 噴油嘴要誤化阿 太拚了耶 有沒有 大部分就會發生在 不管什麼車廠牌的柴油車 大概都是這些問題 因為那個 2009年我記得是 前一代啦 前一代的 零件不好找又貴 岳父前天定一台Kids 讚喔 車子開多少公里要更換汽油棒補 我汽油 比爾汽油棒補沒有在預防性更換的 汽油棒補就是單一系統這樣換 W2101320請問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的 全部都要注意是以 210舊款的 這種舊車全部都要注意阿 Tita30萬買得到上嫌 BigTita買不到 沒錯 你看我們的JAL 非常的知道這個 13年的入門還要35左右 非常的專業 沒有問題 差不多 30多萬 喔今天的問題蠻多的 我來看一下跟你們講什麼好不好 反安機今天沒來齁 來 我想到一個很屌的 上禮拜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 說這個監理站齁 你去查他會註記 上禮拜沒看到我再講一次好不好 下面有一排紅字有沒有 說這個車在什麼11月28號有 里程有降低過 現在如果去查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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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屌 你們以為這樣就沒辦法調表了嗎 我告訴你 最新的手法已經出現了 我假設我是車行 我現在調 我如果萬一我調表 是不是會 被看出來 或是這台車之前有調過表 他就 預防性調表 現在不只洗上面那個欄位喔 他現在 我現在我的意思是 他洗下面這個欄位 他回來就是 再調一次把他洗掉 我找一下那個 這個也是 熱心的網友提供的 我找給大家看 等我一下 等一下 前幾天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屌 馬上就把這個 里程 被註記這件事情 處理掉了 我跟你講這年代有沒有 想要賺錢 頭腦動得要夠快 真的整天齁 都在想不真正的事情 很厲害 然後如果我的這個直播 一百多個人裡面齁 如果也有這個同行的齁 來我今天教你們 怎麼破解這個 監理價值服務網 查得到調表這件事情 我現在教各位廣大的車商怎麼破解 你這樣對嗎 呵呵呵 來來來來來 你來你來你來 哇 送 來看到這邊沒有 他一百零八年的 十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先去驗一次六十二萬多 然後呢 隔一天 十月二十九號 再去變成六萬兩千多 你知道這個是玩什麼把戲嗎 有時候齁 監理站會物質 我們也發生過 比如說 我的里程齁 應該是兩萬三千多公里 然後你去驗車的時候 它打錯打成二十三萬公里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回監理站去申訴 那Helix講的沒有錯 它就是 當你一查出來 說 為什麼你這台車有一個六十二萬多 然後 回轉變成六萬多 不是 它就可以馬上講說 是因為 監理站登錄錯誤 所以它就把它之前 調表的這件事情 擠掉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我這樣 因為我表達能力不太好 但是我希望你們聽得懂 我來看看可不可以 放給你們看 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之前其實也有調過表 但是呢 它利用後面這一次的調表 來掩蓋它 這個在更之前的調表 因為它只會顯示這一次而已 好大概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要換回來了 不然你們 等一下看到我裡面 SOD的東西 因為它會顯示你有調過表 可是它顯示的這個調表 只是你 最後一次的倒轉紀錄 所以它試圖把這個 最後一次的倒轉紀錄 演示成說 是因為監理站驗車的物質 當你看到說 這紅字的時候 就說 沒有這監理站物質 你看很明顯嘛 怎麼可能62 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線上 也在看的這個 二手車從業人員們 我又教你們一條新的道路了 它不是開到62萬喔 你們都誤解我意思了 62萬是故意 把它調成62萬先去驗 隔一天再調回62萬再去驗 然後說 你昨天把我登記錯了 我是62萬不是62 然後監理站就會以為是自己登記錯 又幫它更正成62萬 做了這個動作以後 之前所有的調表 都看不到了 齁你們再聽不懂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表達能力 只有到這裡而已 呵呵呵 齁所以這台車不是跑62萬 這台車它有可能是跑2、30萬 然後被調成6萬有可能 合法掩護非法 超聰明的 有沒有 然後我在這邊再跟大家那個 講齁 也是我遇到這個網友的問題齁 那他的問題大概是說 小獅哥請問啊 中古車商有沒有所謂的 大盤商批發商啊 那我在這邊 這個應該有其他的老屁股齁 我常跟小獅直播應該有聽過啦齁 基本上你只要聽到 有人跟你說他載庫車有500台 300台齁 任你挑 然後貼了一大堆車單給你 然後跟你說齁 所有的車 二手車商所有的車 都是經由我這邊 我們在批發出去的 我可以告訴你啦 只要有人這樣跟你講 這個人你絕對不能跟他買車 我直接這樣講 媽的我直接他媽的破梗了 有人跟你講說什麼 他大盤商載庫300台 載庫500台 載庫800台 還有我聽過最誇張說 他有千余台 你先跟我講 你這千余台車在哪裡啊 放在哪裡啊 我可以跟你講 媽的連TOYOTA原廠認證 中午車都不敢這樣講 真的浮誇啦 征服宇宙啊 真的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二手車商 沒有一個所謂叫做 什麼大盤商 批發商 所有二手車商 都要去跟他批貨掛毀 你動作在滴化街喔 不滴長 所有的車商 都是小賣 小賣的意思就是 我們直接是對消費者 就是我的東西 我的貨品是直接賣給消費者 叫做小賣 所有的二手車商 你在路上看到 路邊看到 所有全省的二手車商 他都是小賣商 也都是批發商 怎麼說 我們會換到 小師會換到 比如說我不坐里程高的車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沒有曾經裡面有人 被我拒絕過 他可能問我小師哥 我有一台二零一幾年的什麼車 我就會先問他里程幾公里 他說二幾萬 我說不好意思 那我沒收啊 那假設今天 有人跟我 換來一台里程數很高的車 那那個車我沒辦法賣怎麼辦 我就把它批發給 他覺得他賣得掉這台車的 同業 或者是我把它放到拍賣場上 之前委託他 讓全省的大大小小車商 看到這台車覺得便宜 雖然跑很多 他願意買他們就去競標 那這也是等於是什麼 盤壽 我會把它批 批發掉給其他的車商的意思 所以 我說所有的車商 都是批發商 也都是小賣商 所以沒有所謂的說 我的店裡面 我們是什麼 全省最大批發商 我跟你講 眼見為平啦 你到小師店裡來看 一百多台就是一百多台 我也不會把你批發 我後面還有一個倉庫 還放三百多台 只是你在這邊看不到而已 我覺得 其實在買賣車 你們去找這個 車商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關鍵字 你們一定要很注意 我當然我沒有 一時之間 我沒辦法全部統計出來給你們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大部分這種都是 個體戶 什麼叫個體戶 他其實他沒有店面 然後呢 他就可能他認識很多 車行 所以這間車行有 30台車 這間車行有 50台車 反正他就加一加 全部都是我可以賣的車子 然後我是批發商 我有在顧幾百台幾百台 可是其實沒有一台是他的 簡單講就是這樣 他就是賺個過手的 講到這個我就順便再帶到 Vic講對了 這就是買空賣空的概念 那再來我接著說 我這兩天都遇到客戶 昨天有一個客戶 跟我們買一台Focus交車的時候 我才發現現在這樣的例子也很多 FB社團買車我再講一次 昨天來交車這個客戶 他說他之前買了三台車 然後我說你都去哪裡買 他說FB社團 然後他說 他都去買那種FB社團很便宜的 什麼 3萬 4萬 5萬 買回去直接上路 無代休 他說他每一台車平均起來 開不超過兩個月 都開大概一個月 冷氣不冷的 Mission壞掉的 抓溫度 引擎燒掉啊 就報廢掉 他就這樣一直在這個FB社團裡面 一直在買車 後來他說 他覺得這樣加一加 不如來小思哥這邊買一台Focus 他覺得 我們都幫他檢查好 都幫他整理好 這個車子 他說小思哥可以超過三個月嗎 我說 你現在是看我沒有 三年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要跟大家表達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稍微用 腦筋想一下 因為 以我的經驗來看 一台車 我們如果假設 收回來的價格 是三萬 是五萬 整個要檢查起來 要整理起來 要翻完 我跟你講 那我賣錯了 我要賺錢啊 我要賺個一兩萬 一成嘛 一成至兩成 我總要賣個十二萬吧 不然我要賺什麼 如果有那種三萬的車 在FB社團賣無代休 我就先 那麽第一個先去把它收回來 因為每個人都說 無代休啊 不用開 回去不用開 直接用 我才換什麼 換什麼 大家都賺幾頭的 我去買那個三萬的回來 無代休 我不用整理啊 我賣給我的網友 價格一萬就好了 我賣四萬賣五萬 我不是輕輕鬆鬆 都不用檢查 都無代休 我不用花那個 時間力氣 如果以我這個廠商的錢 要買這種三四萬的車 我隨便也買超過三百台 搞不好也超過 所以我就說 用一個太簡單的思考 邏輯去思考就好 如果真的有三萬無代休的東西 輪不到消費者去買 車商早就收回來 就要這麼辛苦 在這裡直播說整部 還在這裡剪影片 給你們剪 還買了整場車 他媽18年也在買 19年也在買 花一大堆錢 然後在那邊 對不對 賺這個微博的利潤 養那麼多人 何必 就是因為有這些東西 三萬有三萬的水準 五萬有五萬的水準 十萬 十二萬 都有他各自的水準在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越來越 因為我上個禮拜就遇到兩個了 那另外一個是 他現在開Volvo 也是那種幾萬塊的車子 850 他說他前一台好像是Lupo 還是什麼 也是FB社團 不知道五萬六萬 還是八萬 好像說買八萬的樣子 我有點忘了啦 反正就是十萬內啦 然後也是五代修 他說回來開一個月 就這樣就壞了 就掛了 然後媽 報廢 靠謠連銷都沒有 迷信壞掉 說去修要三萬 修不下去 報廢掉 存了八千 一萬 我覺得他還蠻屌 他再去買一台850 又是在 FB社團裡面買 那現在這一台 他說目前還OK 我是不知道他有什麼大問題沒講 可是他也來跟我看車囉 他開850來跟我看車囉 所以我心裡在想 會不會是他的850也可能 他覺得意識到 有一點快出毛病還是怎麼樣 好 所以我光上禮拜 我就遇到兩個這樣的情形 因為之前其實 陸陸續續都有遇到 我發現現在越來越誇張 反正現在資訊很透明啦 那我是覺得消費者自己眼睛 就增搭一點 對不對 萊茵驗車好像 我記得沒錯的話 萊茵驗車有一些規定 就是可能某一些太舊的車啊 或是太貴的車是沒有驗的 買smart的車就找那個藝能就可以了 不用找我 那個車我不懂 那個YouTube影片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那沒有業配 那完全沒有拿錢 半毛錢都沒有拿 可是 我是覺得 不管是做什麼事情 人對的都沒有問題 我跟他是認識太久了 所以我知道這個人沒有問題 就誠不誠實啊 信用度啊 做生意的態度上面 是沒有問題的 我甚至有很多在新竹的客戶 跟我買車之後 如果有需要什麼售後服務在新竹 我就會請他去藝能那邊 我可以跟大家講齁 正常的這個車行啊 是不敢把自己的客人交給別的車行 為什麼 因為怕被搶走 但是藝能的人品我覺得是OK的 所以我很放心 而且 除了第一個怕客人被搶走以外 第二個 怕客人去被欺負 我為什麼今天 要拍這個別人車行 這個smart影片 除了 給大家 不一樣的 資訊以外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真的是一間還不錯的店 大概 不錯的人 不錯的店 好啦 那 大家就晚安啦齁 今天的直播 希望有點用啊 來啊 汪汪來 送客來 汪汪 神獸汪汪有沒有 歡迎來到這一節的央視直播間 對不對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齁 下週見齁